新东西呢就是关于这个滚轮事件 是吧 我们这个滚轮事件的话 好像还没说是吧 就是我们前面说了很多事件 比如说click啊 mouse over mouse out是吧 然后还有什么 scroll事件是吧 就是页面滚动的啊 那么下面我们来说一个 这个鼠标滚轮事件啊 滚轮事件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鼠标上面的滚轮 是吧 如果说我们怎么样呢 用这个什么 手指滚动一下滚轮 那么就会发生一个事件 是吧 这个就叫滚轮事件 滚轮事件的话 这个事件一般我们可以做什么效果呢 那么做 有一个效果是什么呢 这个有一个什么 整屏滚动是吧 这样一个效果是吧 那么这个效果也发给大家了吧 发给大家了啊 那么这个是整屏滚动的这个 整屏滚动的这个例子啊 来说一下是吧 这个例子的话就是一个 这种什么效果的页面 在我们实际开发中也经常用到 是吧 我们做一些专题网站的时候 专题页面的时候 有的时候用到这种效果是吧 那么我们在滚动一下滚轮的时候 是不是它会翻译屏呢 是吧 会翻译屏啊 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用到的滚轮啊 那么我们这个怎么呢 用鼠标点击这个什么呢 圆圈也可以怎么样 翻屏吧 也可以翻屏啊 这样子啊 好 那么一般我们是用什么滚轮来操作啊 好 用滚轮来操作的话 那么这个的话怎么样呢 呃 它这个滚轮事件呢 这个滚轮事件就是我们什么 JQuery里面本身没有 没有啊 JQuery里面本身不带了 我们需要带一个什么呢 就是JQuery滚轮的一个什么 JS的插件啊 那么这个JS的文件也 合着这个文件一起啊 这个JQuery什么 Mousewheel.js Mousewheel.js 在这个JS文件里面有啊 这里面有这个JS文件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滚轮事件是什么一回事啊 先看一下啊 滚轮事件的话 我们在原生的这个JS里面是什么 它是不兼容的 是吧 原生JS里面是怎么回事呢 原生JS里面我们在滚 滚动的时候怎么样呢 比如说这个 呃 Chrome浏览器和火红浏览器是反的 是完全相反的 比如说我 我在Chrome浏览器里面 往下滚动的话是弹出1 是吧 在火红里面是弹出负1 它刚好相反 刚好相反 所以说我们要做这个滚轮事件的话 还得什么 做兼容啊 但是这个什么 这个JS的话 已经帮我们做了这个事情了啊 做了这个事情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滚轮事件啊 那么的话 嗯 来用一下它是吧 用一下这个滚轮是吧 来看一下啊 新建一个 这个是 鼠标滚轮是吧 事件 好 如果没鼠标的人 可能就用不了这个事件啊 如果用那个 如果是用那个什么 触触 那个触摸板的话 可能就没这个事件啊 好 那么怎么用它呢 这个滚轮的这个JS 首先它是依赖JCORRY的 是吧 它本身是依赖JCORRY的 所以说首先得什么 把这个什么JCORRY先引进来啊 先引JCORRY JS里面的这个什么JCORRY 是吧 JCORRY引进来之后 再引这个滚轮的JS啊 这个JS啊 就帮我们什么呢 躺过的那个什么不结融 是吧 就可以直接结融了啊 JS里面的这个什么 Mouse wheel 是吧 Mouse wheel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什么滚轮 它是怎么做的 是吧 那么接着来写JS 是吧 写JS啊 好 来看一下这个滚轮事件啊 滚轮事件的话 那么这里面这个 这个东西怎么样呢 已经JS已经给大家了 是吧 好 那么等候的话 我们怎么样呢 把它什么 把它拿一个什么 把它删掉 或者是注掉 自己写一下啊 好吧 那么看一下 这个滚轮的话 是用Dollar Windows 什么Mouse wheel 它是绑在Windows上面的啊 那么它会传两个参数 是吧 传两个参数 来看一下 是吧 好 嗯 好 我们来写一下 是吧 比如说 这个Dollar什么呢 Dollar Windows 是吧 Dollar Windows Dollar Windows Dollar Windows 点Mouse wheel 是吧 Mouse wheel Mouse wheel 是吧 好 来一个什么 Function 是吧 Function 好 Function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它会这个时间 会自动的传两个参数进来 是吧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呢 就是事件对象 是吧 就是那个Event对象 是吧 默认的这个事件对象 比如说是Event 是吧 你写EV也可以 是吧 写A也可以 写B也可以 是吧 那么一般写Event 是吧 Event 第二个对象的话 第二个参数 就是它传过来的 比如说是DAT 是吧 DAT 好 比如说我弹出这个DAT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DAT 是个什么东西 是吧 Alet 一个什么呢 DAT 是吧 好 这个 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来跑下这个页面 是吧 好 比如说这个时候 我向下滚一下 滚轮 是吧 它是不是弹出负一 我向下滑动一下滑轮 向下滑动一下 我的鼠标滑轮 是弹出负一 是吧 好 我向上滑一下 我的滑轮 是弹出一吧 弹出一 好 弹出一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 滑轮的话 实际上是我们用这个click 好像还看不出来 它的什么 它的次数是多少 这个只触发它一次 是吧 触发它一次 好 比如说我们用ConsoleLog 给大家看一下 Console ConsoleLog CancelLog 好 这个时候我把ConsoleLog打开 好 比如说这个Cancel吧 是吧 好 我向上滑动一下滑轮 向上滑动一下 那你看一下 有刷新 好 向上滑动一下滑轮 怎么样 这是不是有3 这是不是3 这是3 它触发了3次 实际上 触发了3次 我们这么写吧 假如说来写个一个 定一个初始变量 挖一个什么I等于0 是吧 定一个变量 好 比如说我拿一个I++ 是吧 I++ 我看到速化几次 是吧 进来的时候I++一次 是吧 然后把这个I弹出来 这个时候看一下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我再来滑动一下 是吧 是不是3次 是吧 好 我再猛力滑动一下 是吧 再用力滑动一下 用力滑动一下 怎么样 4次的吧 是不是触发4次 实际上我只要的触发一次就行了 结果它触发了4次 是吧 实际上每次只要的触发一次就行了 它就没有 是吧 这个是什么 这个触发了多少 触发差不多6次的 是吧 这样子 这个也是一个高频触发事件 它是一个高频触发事件 好 好 这是关于这个 首先是一个高频触发的是吧 这是关于这个高频触发的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好 那么是 看一下接不接融 是吧 接不接融 好 还是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 我们来测一下 是吧 这个的话就是说 原始的这个什么呢 它是在 和弧像是什么呢 是相反的 是吧 DAT 是吧 好 这个 这个的话 那么来看一下 是吧 好 我向上滚动一下 那么是 向上是1吧 向上的1 是吧 好 我把这个放到火壶里面 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 就是接融的 火壶 是吧 好 火壶的 这个启动的速度 确实 哎呦 让人 是吧 太慢了 好 这个是接融的 我就说一下 就是火壶的话 怎么样呢 它也是1 线上的话也是1 线下也是-1 好 这说一下就行的 好 那么如果是接融的话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例子 是吧 看一下我们这个例子 好 这个整夜滚动的例子 好 这个整夜滚动的例子的话 那么它是什么原理呢 是吧 什么原理 什么原理的话 就是用了我们的这个滚轮事件 是吧 用了这个滚轮事件 好 把它拿过来 看一下吧 好 沾接一下 好 如果我向上滑动一下 是吧 是不是弹出1啊 弹出1啊 这个是就是对的啊 就是它 就是上下滚都是对上的啊 就没问题了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什么呢 就是用了鼠标滑轮 是吧 鼠标滑轮 然后的话 每次滑动的时候 是不是还有一个动画 比如说这个啊 不动了 这边有个动画 是吧 好 这个动画的话 是结合我们的Sens 3做的 Sens 3做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ens 3 它那个动画是怎么做的 是吧 好 我们来 也是一个例子吧 这也是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 用什么 用这个Ds来做Sens 3动画 什么做的 比如说拿一个什么呢 这个Box是吧 这个Box是吧 这个Box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ens 3动画是吧 首先的话 先来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拿一个这个Box是吧 这个Box的话 先给它点样式 是这样的啊 给点样式啊 好 那么这个Box的话 构式假设就来一个什么呢 宽度啊 宽度假设是200是吧 200PX啊 高度的话是200 200PX是吧 然后背景色的话 给它拿一个什么 gold是吧 gold啊 好 gold的话 那么什么做呢 我们就是 再拿一个样式啊 那哪个样式 比如说再拿一个什么 moving的样式是吧 M-O-V-I-N-G的样式啊 moving的样式的话 是这个什么 盒子什么呢 这个Box什么呢 拿一个什么呢 Transform啊 Transform 上这种干嘛呢 拿一个Rotator是吧 大家还记得吧 这个什么 变形吧 是吧 变形啊 转一个什么呢 转一个180度吧 180第一机 是这样的啊 转上80度啊 好 好 那么的话是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 来看一下这个盒子 是吧 看一下这个盒子 是吧 好 看一下这个盒子 那么这个盒子 莫论是这样子的吧 莫论是这样子 是吧 莫论是这样子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moving加上去 是吧 M-O-V-I-N-G M-O-V-I-N-G 加上去之后怎么样呢 加上去之后它是什么 它是不是旋转了 哎呀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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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对了对了对了 我把自己给坑了啊 180度是不是还是什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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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还是不对是吧 嗯 嗯 135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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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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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这样子啊 就是我们前面学的就是操作这个样式名吧 moving吧是吧 moving 啊 好那么这个是什么一开始就就进来就放这个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了刷新一下那么它怎么样没什么区别啊是没什么区别啊没什么区别啊一开始没有是吧进来的时候就塞这个样子进去啊好那么的话我们可以这么做是不是来个控制是吧控制一下比如说点击某个按钮再把它塞进去可以吧好比如说我在里哪个按钮是吧好 input type等于什么呢BUTTON是吧然后的话这个什么呢这个Value等于什么呢这个是动画是吧是动画啊好ID的话什么呢ID等于什么等于BTN吧BTN啊好这个DIV的话如果说怎么样呢我把它点一下点一下之后再把这个再做这个事情是吧那么就是多了这个警号BTN吧BTN然后怎么样click的时候是吧 click的时候来个function是吧 function是吧 function 然后再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啊再做这件事情啊 好在这件事情 好在这件事情的话我们把这个把这个盒子给它聚中一下可以啊是吧 margin啊 margin的话就是50px or2然后0是吧 好这样子啊好刷新一下是吧那么这里有个按钮是吧这里有个按钮我点一下之后它是不是什么就是转一个145度啊是吧125度吧转个135度是吧好点一下是吧点一下之后怎么样是不是转了它是瞬间转的吧是吧是不是瞬间转的 是瞬间转是不是没有动画是吧那么为了让它产生动画怎么样我们还得加上什么transition吧transition是吧 缓冲运动吧缓冲运动啊好这个时候就可以做动画了吧我刷新一下是吧好点击一下它是不是这样子啊这是控制的动画吧是吧点击一下它是不是可以啊是吧这就是JS接合什么s3做的动画是吧 好点一下它啊旋转个135度是吧135度啊好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动态的把这个moving塞到这里面来是吧塞到这里面来之后它是两它就变成另外一个状态吧 是吧所以两个状态之间要切换是吧切换之后通过这个transition来切换吧是吧就产生了动画啊这是它的基本原理我们前面没有用JS是用什么用hold来做了吧就holdhold的时候把这个状态再放上去是吧这样子啊现在的话我们是通过什么JS动态的把这个样式塞进来是吧塞到这个地方来啊那么产生一个动画啊好这是关于这个基本的这个原理啊好这个原理说完之后的话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原理这个原理这个原理是什么动态的塞进来的好这个原理说完之后呢我们来说这个整夜滚动它的原理实际上也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 鼠标滚轮滚轮到这里来之后然后怎么样用JS把那个什么样式把它塞进来塞进来之后它就有这个动画了啊有这样一个动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概的这个原理啊把这个 嗯嗯把这个CSS也跟大家看一下啊这是它里面的个CSS啊 lifestyle css 好CSS是怎么做的呢就是 就是比如说这里面有个有个Main什么Litt Woah的Emerging比如说是这个是左边的一个图片是吧 它的这个什么呢 它默认的样式是什么呢 它是透明的 是吧 默认的样式透明的 然后是这个是做了一个 爱意兼容吧 是吧 然后它默认的样式 它的transition是一个什么 1000毫秒是吧 意思 然后延迟300毫秒执行 是这样的 好 这是它这样的一个什么 main.com 然后leftemerge 然后后面的话 又加了一个什么 moving下面的main.leftemerge 是不是 这个 这个权重是不是比它高啊 它们比它高啊 好 这个权重比它高啊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 leftemerge 它又是什么样呢 left变成0了是吧 好 这个left是什么 这个left是-50 这个时候变成0是吧 是不是有一个left的动画了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是不是还有一个 透明度的动画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透明度 就是透明度和什么 left的动画 然后这个动画是怎么 怎么运行完的呢 通过一秒钟运行完吧 延迟300毫秒吧 然后是什么 缓冲运动是吧 那么的话我们怎么做动画呢 就把这个moving 动态的什么塞到这个里面去就行了啊 塞到哪里去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构啊 看一下整屏滚动的这个结构啊 结构的话我们是把moving塞到哪里呢 塞到这个pages里面 比如说这里面加个moving啊 这样塞的啊 是这样塞的啊 这里面加完moving之后啊 其实的话这个main点left的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样式吧 我现在把这个东西塞进来之后 它这个main什么left的emerge 是不是换成另外一个样式了 换成另外一个样式了 是不是又有个transition 它是不是又有动画了 就这样子啊 这个原理就是这样子了 好 这是它的原理啊 好 那么的话我们这个结构再看一下啊 每一个每一屏都是一个什么 都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每一个div就是一屏啊 比如说这个divpages是吧 这个div就是这是第二屏啊 这是第一屏 然后第二屏 第三屏 第四 第五 总共五屏 是吧 五屏这个啊 好 五屏这个这个东西啊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一开始啊 一开始的话看一下啊 这是这个 的moving是吧 赔几十 dollars赔几十 dollars赔几十 然后是 好 那么我们来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东西把它什么呢 把这个gs 给它删掉 我们来做一下啊 来做一下这个样式 做一下整体的这个gs的写 写法啊 看一下啊 好 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这个gs先拿掉的话 把这个gs先拿掉的话 那么现在是什么一个效果呢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啊 看一下啊 好 这个的话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是不是 所有的是不是默认是隐藏的啊 就是我们的样式默认的话 它都是透明的 是吧 刚才给大家看了吧 就是样式的时候 这个每一个什么 每一个这个left emoji和right info是吧 默认都是什么 零吧 默认都是零啊 比如说这个right info的话 它的opacity也是零 是吧 好 那么我们来放一个在这个地方 给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说这是第一屏吧 第一屏比如说我把这个moving放过来 大家看一下啊 M-O-V-I-N-G 是吧 放进来啊 放进来之后 大家看第一屏就是这样子了 是吧 第一屏是不是过来了 是吧 有人说怎么没动画啊 它是突然放进去的 是吧 突然放进来的时候 就一开始就 一开始就没有状态变化 它没有状态变化 如果是有个过程的话 就有这个动画 是吧 它是一开始 就是说这个 我这个页面 是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式啊 你重新刷新的时候 是吧 一开始就这个样式 它就没有动画啊 就是你刚刚是 如果是这两个样式 如果是后面动态放进来的话 那么就有动画啊 是这样子的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例子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是什么呢 就要动态的 把这些东西去放进来 是吧 关系就产生动画了啊 好 好 这个没有的话 那么就是这样子了 是吧 没有的话就这样子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页面怎么样呢 它是 每个页面 是不是这个高度还不对啊 这个什么 这个金色的这个应该是占整屏的吧 整屏的高度啊 是吧 因为的话 我给它一个默认的高度啊 每一个的话 给它一个默认的高度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600 是吧 默认高度给它个600啊 那么这个高度的话应该是 不同的人的屏幕 这个高度应该不一样吧 是吧 比如你的电脑大一点 这个屏幕大一点 这个高度应该是什么 应该就大一点吧 如果小一点的话 这个高度应该就小一点 是吧 所以说的话 我们还要动态地把这个高度给放回去 是吧 好 怎么放回去呢 那么这样子了 是吧 看一下啊 首先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高度写上去啊 比如说每一个page 这个六个div的话 它们的样式都是pages 是吧 pages啊 高度是600 是吧 好 那么进来的时候 我们先进来的时候要干嘛呢 先把这个布局先把它整对了 是吧 先整对了什么呢 先拿一个 挖一个什么呢 dollar vice啊 dollar height吧 就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整体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可视区的高度啊 可视区的高度 那不就是等 等于什么呢 等于什么 dollar window是吧 window.height吧 dollar window.height 好 进来是这样的啊 好 我弹一下这个啊 dollar h 好 dollar h是吧 看一下啊 好 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是292是吧 292是指的 我从这里到这里是吧 好 关掉 再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668 是不是这样呢 这是我的 我的这个屏幕的高度啊 我的这个屏幕的高度啊 然后的话 我把这个高度 射到每一个page上面去 是不是就对了 每个page上面啊 好 那么的话 嗯 pages是吧 好 我们来定义一下 比如说这个 把这个page都选中吧 是吧 好 比如说这个 dollar page 是吧 dollar page dollar page 是吧 就等于这个 多了什么呢 点 page 是吧 page 是 把它选中了吧 这什么 六个drv都选中了啊 六个drv都选中了啊 好 选中啊 好 选中完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做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高度 是不是设 设到上面去啊 是吧 设到上面去啊 怎么设呢 就是dollar page 是吧 然后是css吧 好 然后是这个什么 height吧 height啊 height的话 然后来一个什么呢 来一个这个 dollar h吧 dollar h啊 好 dl h是一个数 放这里可不可以啊 可以 它是可以容错了吧 你这个一个数是放这里 它可以自动的 给它加什么呢 加单位啊 好 这个设进去之后 我们的这个 这个再看一下啊 这个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这个高度是不对的 高度就对了啊 好 高度就对了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好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整体的这个动画 是怎么做了 是吧 整体动画是怎么做了啊 好 整体动画的话 实际上是放在这个 这六个div啊 这六个div 这六个div 实际上是 他们的话 是放在这个 page.con里面的 是吧 如果说我让它整 整体动的话 我动这个page.con 是不是可以啊 是不是带着它六个一起动啊 六个一起动啊 这个page.con 它的样式是什么样子呢 它的样式是这个 什么呢 它是固定定位的 看见没有 固定定位的 然后left等于0 top等于0啊 那么的话 我就动它的top值 是不是就可以了 top值就可以了啊 好 top值的话 那么这样子的是吧 好 那么是怎么动呢 比如说我来检查一下 是吧 检查之后 那么如果说这个 好 我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之后 那么每个的高度 应该变成的这么高 看见没有 是吧 就这么高啊 高度是有这么多 是吧 好 比如说我动一下 它这个top值 是吧 top值的话 那么这样子 我来点一下 是吧 点一下之后 如果我动这个top值的话 这个是不是整体在动啊 所以说我就改变 这个top值就行了啊 改变每个的top改变这个的 对应的top值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那么如果说我从第一瓶 滚动到第二瓶 应该是多少呢 就是这一个的高度吧 默认的第一个的高度是0是吧 滚动到第二瓶的话 就是负的多少 负的一瓶的高度吧 滚动到第三瓶的话 就是负两瓶的高度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是吧 这个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不是就是一瓶的高度啊 是吧 如果说我想从第一瓶 滚动到第二瓶的话 就是负的一瓶的高度 是不是就到了第二瓶了 每一瓶的高度 就刚好跟我们这个 可视区的高度是一样的嘛 是吧 你滚动一个可视区的高度 就像滚动的一瓶 是不是这样子啊 滚动一瓶 好 好 这个做完之后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获取到吧 是吧 获取到啊 好 那么的话就是嗯 比如说挖一个什么呢 多了 多了这个什么 screen吧 screen就等于它吧 是吧 好 screen吧 哎 等一下啊 多了 screen吧 多了screen呢 就等于这个多了什么呢 多了这个啊 点什么呢 这个pages con是吧 或许到它了吧 对它的啊 好 多了screen啊 然后的话 我们就是做多了screen的动画 是吧 多了screen的动画啊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的话 来看一下这个滚轮的事件 是吧 滚轮事件啊 好 滚轮事件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呢 就是多了什么呢 多了这个window吧 多了window啊 window的话 然后是什么呢 mouse wheel吧 mouse wheel啊 好 mouse wheel的时候 然后是functions是吧 functions啊 好 functions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弹出这个 它的这个 它的参数是吧 第一个参数什么 event吧 我刚才说的是吧 第二个参数什么呢 就是dat啊 随便写个 比如说你这里写个a的话 你们用a就行了 是吧 好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我弹出一个alert 一个什么 这个dat啊 来看一下 是吧 这个时候的话 我是在这上面滚动是吧 刷新一下啊 比如说我向下滚的话怎么样 它是负1吧 是吧 好 我再向下滚 它还是负1吧 这样的啊 就每次是不是减1啊 是吧 每次减1啊 好 我向上滚的话是1吧 再向上滚还是1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什么呢 就是滚动的时候 是不是要跳到第几屏呢 第几屏是吧 比如说往下滚一下 是第二屏 再往下滚一下 是第三屏吧 再往下滚一下什么 是第四屏 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值来存一下 存第几屏吧 是吧 比如说我定一个什么 定一个哇 一个什么 lowscreen吧 lowscreen 那么就等于什么呢 第零个 是吧 就是第零个吧 第零个啊 好 lowscreen等于第零个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值是不是只会谈一和负一啊 只会谈一和负一是吧 只会谈一和负一啊 好 那么干什么呢 我来做一下这个是吧 如果啊 如果这个什么呢 DAT啊 等于负一的时候 是这样的啊 等于负一的时候怎么样呢 是不是向下滚动啊 向下滚动的话 应该是这个当前屏 是不是要加的 我向下滚是不是滚动了第二屏啊 再滚是不是滚动第三屏啊 是吧 那么这个多了什么呢 lowscreen是不是加加啊 加加啊 是不是加加啊 如果不是等于负一就是等于一吧 那么就是else的时候是吧 else的时候怎么样 它这个多了什么呢 lowscreen的时候什么 减减吧 是不是减减啊 好 减减啊 减减完之后 然后又干嘛呢 然后这个时候用通过lowscreen来控制这个 这个screen的滚动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吧 滚动的话 只要是就做它的什么 它的什么 tough的动画吧 它的tough的动画啊 好 那么的话看一下啊 那么就是这个 就是什么 dollar什么 dollar screen吧 dollar screen啊 dollar screen的话 然后什么呢 拿一个animate是吧 animate animate然后是什么呢 什么的动画呢 就是它的什么 tough的动画吧 tough啊 好 tough的话 然后是什么呢 就多少呢 就是就是负的一个dollarh dough dough是不是就是一平的高度啊 负的一个dollarh乘以一个什么呢 乘以一个lowscreen吧 乘以一个lowscreen啊 dollarlowscreen 这个清楚吧 第二平的话 比如说是到第二平的话 这个应该是等于1 1乘以负的这个是负的什么 刚才大概这个组织是668吧 负的668是不是就第二平了 好 来看一下啊 这个行不行是吧 看一下啊 好 那么的话我们来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一下之后来滚动一下 这个到第二平了 好 再滚一下 好 第三平第四平了吧 为什么会滚到第三平第四平呢 因为这个是多平 这是高平触发的吧 是吧 高平触发 它也是一下子滚动了很多平 是吧 再滚的话就滚上去了是吧 好 这个滚动到白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滚动到第六平第七平了 是吧 好 再滚动啊 再滚动 滚动到什么 第六平第七平了 是吧 好 这个时候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对这个东西做个限制啊 是要做个限制啊 好 比如说我这里写掉啊 Document.title吧 给大家看一下啊 Document.title 就等于这个DollarLowscreen 看一下它得多少是吧 好 看一下啊 好 我刷新一下 大家再看一下啊 好 比如说我乡下滚动一下 这是不二啊 是吧 二啊 再滚 四是吧 看见没有 没有到三吧 就是它是高平触发的是吧 好 再想往下滚 是不是到六了是吧 这个最多是什么呢 五吧 零到五就行了 再往下滚什么呀 是不是到九了 没有九吧 是吧 实际上已经全部上去了啊 所以说我们怎么样需要对这个东西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限制吧 做一个限制啊 什么限制呢 是吧 如果说啊 首先是什么呢 限制它的小 是吧 它最小不能小于零吧 它最多是零吧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啊 这个时候啊 刷新一下啊 好 我往上滚看一下啊 往上滚怎么样 这就不到负二了 它最小只能是零吧 最大的话只能是五 是不是这样的 最大只能是五啊 所以说要限制它啊 现在的话就怎么限制呢 就是说如果什么呢 好 这里 如果这个 多了Low Screen 是吧 多了Low Screen 它是小于零的时候 是吧 如果它是小于零是吧 小于零 那么怎么样 就让它等于零是吧 就强制让它等于零吧 那么多了Low Screen的话 就等于零 是这样的 就限制使啊 是吧 好 那么如果 如果这个多了Low Screen的话 大于这个什么呢 大于这个整体的页数吧 比如说大于一个什么 大于一个五是吧 好 这个五我是不是写死了 不好啊 就如果下次你想 加一瓶的话 这个地方是不是还得改啊 加一瓶 比如说我加一瓶 还得改这个地方是吧 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参数 用一个变量来存一下的 比如说我来存一下 挖一个什么呢 这个多了Low Screen是吧 就等于这个多了PG 使它的什么Low Screen是不可以啊 存一下吧 是这样的 就是它里面有多少个吧 是吧 多少个啊 好 这个的话应该是谈一下啊 这个的话应该是什么 多了Low Screen是吧 谈一下啊 这个的话应该是多少个呢 刷新一下啊 这是五个啊 五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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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的话那么就是零一二到五平啊 它的话应该是应该是什么 从零开始的是吧 从零开始应该是什么呢 如果说它应该大于这个多了Low Screen 减一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能大于这个吧 是吧 不能大于这个啊 好 如果它大于这个的话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多了Low Screen 这个多了Low Screen 就等于这个什么呢 多了Low Screen减一吧 减一啊 好 是这样子 是吧 好 这样限定完之后就是这个Low Screen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时候什么 这时候限定时了 是吧 我们再来滚动的时候啊 好 比如说再来滚动啊 比如说这个 滚动是吧 再往下滚是吧 好 再往下滚怎么样 这个始终是四吧 看见没有 始终是四啊 这个地方怎么样 变不了了是吧 始终是四啊 好 再往上 再往上滚是吧 始终是零吧 再往上 始终是零啊 始终是零 所以说这个限定时了 是吧 好 限定时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滚动到这个地方来之后 是不是这个地方的 什么 这个地方的 这个动画应该做出来啊 动画应该做出来啊 好 动画应该做出来了 怎么做呢 那么就是 怎么做呢 把这个 可以把它注掉啊 注掉之后 然后怎么做呢 就是我滚动到地底屏的话 那么这一屏上面的 这个什么 应该加上一个moving吧 比如说我滚动到什么呢 整屏滚动啊 假如说我滚动到第二屏 这个一屏上面 我加一个moving 这个上面是不是就有动画了 是吧 好 那么当时我滚动到地底屏呢 就是这个地底屏就是这个lowscreen吧 就是lowscreen是吧 所以说怎么写呢 就这么写是吧 那么就是dollar什么呢 lowscreen是吧 lowscreen是吧 lowscreen是这个一个数是吧 那么就是什么 dollar page是吧 dollar page是指的地底屏吧 所有屏啊 那么dollar page是 然后什么呢 点eq是吧 dollarlowscreen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给它拿一个 add一个class 然后拿一个什么moving吧 是不是这个动画就做好了啊 moving啊 看一下这个行不行是吧 我来看一下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 刷一下之后怎么样呢 我来 是不是有了 是吧 有了啊 有了吧 是吧 有了啊 好 有了完之后 如果我再回去 这些地方 地方是不是没了是吧 又没动画了是吧 为什么没动画了呢 因为这个moving的样式 是不是已经放上去了 moving的样式已经放上去了啊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这么做是吧 我们在这个地方 得到动画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其他的页面的什么 那个moving 给他去掉吧 去掉之后 他是不是就没有动画了 那么到这个页面上来就有动画 是吧 我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来一个什么 siblings 是吧 sib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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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然后的话 给他一个remove一个class 是吧 remove class啊 remove一个class 来一个什么呢 moving 是吧 moving啊 好 好 moving 是吧 再来看一下 是吧 刷新一下啊 他这个 那么这个时候 这样子 是吧 再回去 是不是有了 好 这个就有了吧 是吧 就有了啊 好 那么我们进来的时候 应该是第一页 应该又有吧 第一页应该有动画的吧 好 那么进来的时候 进来的时候把第一页动画加上是吧 那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呢 就是 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DollerPages 这个什么 EQ EQ0是吧 EQ0应啊 什么呢 add一个class吧 来一个什么呢 moving 是吧 bring啊 好 进来的时候 那么这个DollerPages 是吧 好 再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之后进来的时候怎么样 他是不是有动画了 有动画啊 好 这样子的 好 这样子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动画的制作啊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我可以做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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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